继续要带您关心中油为了善用资产首度举办土地活化案说明会 这一片土地位在台北市龙江路就在六幅皇宫饭店后面 面积有693平计划以公开招标的方式设定50年地上全 可以用来盖商业大楼住宅或者旅馆 而除了这一笔土地之外 中油还会在接下来几年陆续推出其他方案 估计可以创造大约137亿元的收益 广大的停车场紧邻着黄航大楼及六幅皇宫饭店 位在台北市龙江路上这一大片土地是中油公司的资产 为了有效利用土地的资源 中油首次办理设定地上全招标 将以公开招标的方式提供设定50年地上全 希望能引进民间投资 土地取得来源可能大台北地区可能 就只有用地上全方式才可以取得土地 那公司可能这方面 对这方面还蛮有兴趣的 所以来了解一下目前的一个资讯 中油位在龙江路这一块土地面积约六百三十九平 形状方整生活机能良好交通便利 使用分区为第三种住宅区 可作为商办住宅及旅馆等 50年全易经底价为七点九四亿元 每年租金按申报地价百分之十计算 但得标者不能转账 根据中油的估算 目前中油的亏损约八百亿元 光是今年到八月为止就亏损达四百多亿元 而继龙江路之后 中油未来也将持续办理地上全照片的土地 包括北市成德路 新北市板桥区的油库 公通大学附近 台北市中轮 高雄成功路舱用地等 预估到一百零五年底前 将能为中油带进约一百三十七亿元的收益 记者物亚与林国黄特报道